大家好,我是龙儿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和我有同样的烦恼 一次洗碗头后,梳碗头后 满地上都是头发 今天我们准备适量的温水 水的温度在40度左右 接着再准备一张抽纸 准备一到两粒的阿斯皮林 然后把纸巾堆叠过来 找一个家里面的玻璃瓶子 将药片敲一敲 把药片敲得稍微碎一点 然后再把瓶子这样横放 像用擀面杖一样 来回地压一压,擀一擀 将药片擀成粉末 阿斯皮林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吧 它的用处我不说大家都知道 全部抹成这种细的粉末之后 我们把阿斯皮林 倒进刚才准备好的40度左右的温水里 用手轻轻地搅拌搅拌 让这个阿斯皮林充分地溶解在水中 但是在洗头之前 我们最好是先用梳子将头发梳顺 很多朋友洗头发之前 都是直接把头发打湿 就开始抓,开始洗 以至于把头发洗完之后啊 头发全部都打结在一起 梳都不好梳开 正确的做法是 我们在洗头之前 就要先把头发梳顺 这样洗出来的头发会更加的柔顺 同时洗得更加的干净 而且还可以有效防止损伤头发 头发梳顺后 现在我们将头发放到我们刚才 调好的水溶液里面打湿 搓出泡泡之后 再来洗头发 也是非常不错的 头发搓洗干净后 我们像平时一样 用水把头发上面的泡沫 冲洗干净 全过洗干净后 我们再用护发素将头发 护拎一下 再用水把护发素 冲洗干净后 我们用手将头发表面的水分拧干 接着再用擀毛巾 把头发上面的水分擦一擦 擀毛巾 先把头发上面多余的水分尽量擦干 擦至我们的头发不滴水 像这个状态 再用电锤风的温风档来吹 千万不要用太热的风来吹 就成这个样子 我们再用梳子把头发梳顺 其实小时候那会儿洗头 根本就没有电锤风 每一次都是找太阳比较大 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白天洗头发 洗完之后 利用自然的太阳光 将它晾干 像这样呢 我们的头发就洗完了 到底这个方法好不好用呢 还是要试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 反正洗完之后啊 感觉这会儿头皮特别的干爽 特别的舒服 那么如果你和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不妨试一试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 万一有用呢 对不对 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呢 对你有所帮助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加收藏哦 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